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裡是星島中文電台對話韓人節目 我是韓人 南韓最大反對黨黨手李在明 因為抗議總統混石與政府的施政 而絕食十九日之後昏迷宋縣 不單止在南韓激發天然大波 還成為這個星期的世界性大新聞 我們今天先講講這件事 絕食抗議已達到某些訴求 這種事好早就有 有人追溯到古印度和古愛爾蘭時期 而作為政治鬥爭手段 最出名的事件應該是現代的印度聖洪甘地 靠十幾次絕食和一場不合作運動 就成功令印度從英國殖民地變成一個獨立國家 西風東漸 絕食抗議也慢慢在東亞地區時興上來 台灣的施明德韓國的金銘山都曾經因為政治絕食而報得大名 等到抗議者有樣學樣動不動就絕食 你家野就威力大減 民運時期北京幾個學生搞絕食結果是雞毛鴨血 大家應該還會有些模糊記憶 至於據說前兩年香港黃絲學生宣佈接力絕食反政府 參與者輪流禁食幾個小時然後集體去吃雞粥 又更加成為國際笑餅 當然我相信今日的李在明絕食爭取正義之心是真誠的 十幾二十日粒米未盡亦是無法抹抹架 但是能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到目前為止還未清楚 有韓國的大學教授認為韓國這種絕食文化 是雙周時期伯儀宿齊此食周叔高峰亮節的嚴重 看來中國人要警惕 以韓國一貫以來的傳統 或者不用多久他們就會說伯儀宿齊是韓國人 拿武王佛咒的故事去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其實伯儀宿齊餓死守陽山 和今日時興的絕食抗議有本質上的區別 這兩位孤祝國的王子不吃周朝的米 不是想達到什麼政治目的 而是忍受不了理想破滅的打擊 接受不了現實的環境 於是義不求生 中國歷史上這種人不少 尤其在割破家亡或者戰敗鼻夫之後 北宋楚抗遼名將楊葉 也就是小說楊家將楊老令公的原液 就是其中之一 總之中國的古人一旦絕食 多數就是必死無疑 文天祥秘夫曾經絕食八天不死 最後亦慷慨就義 不像現在的人達到政治目的之後 便會吃飯 或者你會問 何仁 李在明金銀絕食你又怎麼看 各位 我十分明確告訴大家 我不贊同李生的絕食行動 首先絕食是無法打動混石穴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 中國有過一宗著名的絕食抗議事件 蘇聯人牛蘭兩夫妻 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 被捕之後困在南京監獄 這對夫婦絕食了幾次 什麼用都沒有 魯迅先生在他的文章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中提到過這件事 說 甘地的把戲 如果沒有選對器台 是什麼效果都沒有 意思是 你採用什麼抗議手段 都要看看對手是什麼人才行 你看 那個時候的中國監獄 你不吃飯是你死利賤的 他不會怕了你 反而他還當省飯米飯 而現在的混石穴也是一樣 你理在明餓死 政核距離 少了對頭 至於會不會引起社會的抗議浪潮 只要推不倒他的總統寶座 他是不會有太大壓力的 還怕你死得不夠快 所以 李在明昏迷宋院的同一日 他就指使部下發出逮捕令 以貪腐罪名 申請逮捕李在明 而找石穴 人在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 都不等他回到韓國了 在美國就第一時間 簽了這張制暴力 明明就是想趁你病 拿你命 昨天的最新消息 韓國國會已經通過 同意拘捕李在明的議案 也就是說 他隨時都有可能被捕入牢 他馬上就要面臨這樣一個新問題 而入獄之後繼續絕食 以死抗爭呢 還是恢復進食 拼長命 和對手鬥法呢 面對一個分分鐘想你死的人 你不單止不更加注意保護自己 反而自己搞死自己 你說你是傻還是聰明呢 其次 如果李在明想通過絕食來搞垮韻石穴 有些操之過急 不切實際 去年李在明和韻石穴各族總統寶座 以不到一個百分點的差距輸了 自然是很不服氣的 想找個什麼辦法來整整這個對手 也都可以理解 但是這種可能性實在不大 尹石穴說了都是民選的 這個已經是事實 無論在哪個國家 推翻國家元首都是天大的事 尋法律途徑一定極難做到 而想用政變軍變之旅的非法途徑 李在明顯然又沒有這樣的實力 至於發動武裝革命 就更加想都不用想 既然是這樣 他就應該給一些耐性 在社會和議會都做些積極的功夫 以求在下次大選贏回總統回來 到時如果你展示器量 不報復韻石穴 不運他入監 人人都會讚你大盜 如果你是啟不下這口氣 那就等到大權在首 先前還他還未遲 現在尹石穴還有三年多任期 李在明就這麼心急 用絕食這麼極端的手段 和他鬥陷 既無必勝的把握 自己反而有生命危險 而且還有造蘇之嚴 實在有些失策 李在明用這招 固然可以為自己營造正義鬥士的形象 但是同時也會失去成熟政治家的風範 得不償失 李在明今年59歲 四年後才六十出頭 正是政治家的黃金時期 等這幾年又何妨呢 第三 除了絕食 李在明其實有其他更好的鬥爭手段 李在明的絕食訴求有三 一是要尹石穴 破壞國民生界和民主的行為道歉 二是要尹石穴 政府明確反對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三是要尹石穴徹底改造內閣 我個人認為 對尹石穴最有殺傷力的 是第二條 日本核污染水 李在明應該幾大都抓緊這條 窮追猛打 但無論尹石穴認不認錯 李在明一方都是會贏得實利的 韓國和日本是世仇 在歷史上有個好心的牙齒痕 在現實上有領土爭議 就算現在韓國和日本因為美國的關係 在安全問題上成為盟友 都不能夠完全離平國民心理上的裂痕 尹石穴上任以來 最失分的政策之一 就是向日本全面投降 竟然猛到答應由自己的國民出錢 代日本企業賠償二戰強迫勞工官司的受害人 在核污染水排海問題上 不單止放過日本政府和企業 而且還不惜損害自己的國民安全和利益 而全力為日本污染海洋的惡行辯護 以前韓國和日本都是美國的地位一樣 尹石穴非常成功地改變了這種關係 令韓國不單止是美國的嬰兒 還是日本的嬰兒 從一等嬰兒降為二等嬰兒 韓國國民或不介意做美國的嬰兒 不過做日本的嬰兒 就細是假的 所以李在明在對日關係的話題上 對尹石穴是佔有明顯優勢的 只能夠足足打他四年 用不著用自己的命和他撐 有這三個理由 李在明應該趕快找個台階 結束絕食 養好身體 打起精神 著眼幾年之後的大選 設計好長遠策略 務求一擊千敵 這樣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應該有的智慧